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位女士身体有孕 怀孕了 那么叉叉指着这个怀孕的 可以讲她对那个怀孕的妇女 她说你所怀的是三世的大仇人 这个女婴已经知道是你的了 一定是知道是你的了 是三世大仇人一定要堕胎 她叫她去堕胎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很相信她 她就真的去堕胎了 因为是三世的大仇人出生了怎么办呢 1999年她怀了生命 是女婴她叫她去堕胎 她就去堕胎了 到了2012年 她讲这位女生啊 有水子林在旁边 有水子林在旁边 她说这个水子林啊 如果当时出生 叉叉叉叺叉长的哦 如果出生的话啊 会给你们家里的 富贵、洪户、齐天啊 非常的这个洪富 有财有富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女生 这是你的听啊 2012年 这个水子林已经差不多十三岁了 十三岁了 他已经忘掉了 已经忘掉以前是怎么讲的 他跟他讲 这个女生如果水子林如果生出来啊 你家大户大贵啊 洪户齐天啊 这女的就跟他讲了 要我打胎的也是你 要我生出来的也是你 你不记得吗 1999年你叫我打胎的 现在你说这个水子林可以给我家带来大户大贵 以前跟我讲的是三世大仇人 现在是大福大贵洪户齐天 他甲嘴就闭起来 不敢讲 你看嘛 这个叉叉这样子的害死了一个婴儿 你害死多少婴儿 你自己讲 八个月大的你也敢拿 佛林同修会的每一个同盟都知道 他叫人家哪下这个婴儿 八个月大 他叫人家哪下 那些哪下的婴儿有多少 十尊什么时候叫人家打胎过 就是医生讲说 这个小孩子 一出生 就全身软骨 那叫唐似 或者是唐似儿 医生诊断 说这个一出生就是唐似儿 一出生就是脑胀的 一出生就是软骨的 他们问我 来问我 应该不应该打胎 我说我不敢讲 你去问医生 医生跟你讲 你去跟医生 你不要来问我 十尊不敢给人家 讲一个要打胎这两个字 绝对不敢讲 他什么话都讲 打胎打多少个 你自己清楚 你自己想一想 1999年跟人家讲 三世大仇人 2012年跟人家讲 这个生出来 鸿沪极天 前后矛盾 你自己忘了 这个绝对不可以 杀生 你已经犯了杀生的戒 绝对不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